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故事的真相 李诚是一家公司的经理 不久之前呢 他离了婚了 这天啊 李诚有个紧急谈判 要坐飞机去外地 他准备把五岁的儿子小明 托付给保姆刘大姐 眼看着司机就快到小区来接他了 可是李诚呢 早就下了单的这个外卖 却迟迟没送来 哎 偏巧呢 这刘大姐啊 又说临时有事 他还得一会儿才能过来呢 这李诚恼火的 抓起了这个手机 刚要给这个送餐的平台打电话投诉 哎 这会儿功夫呢 这门铃啊 就响了 门外边站着一个浑身湿淋淋的中年男人 身后边还有一个怯生生的小男孩 还没等李诚开口说话呢 这中年男人啊 拿手背抹了一把额头上的雨水 就问道 你好 请问您是李先生吧 啊 我是卫美外卖的 李诚生气的说 你还知道你是送外卖的呢 啊 你都超时半个多小时了 我这边等着赶飞机呢 我 那中年男人呢 不住的鞠躬道歉 一句话也没反驳 李诚呢 啊 这机关枪式的抱怨了一大通 看这个送外卖的态度还不错 还在看看他身后这个小男孩 跟自己的儿子差不多大 那两个小脸蛋冻得通红通红的 满眼恐惧的看着自己啊 这不近呢 就心软下来了 叹了口气说 算了 我呢 抓紧时间将就吃几口吧 好了 东西给我吧 那男人局促的低下头 说 实在对不起 外卖 没有了 啥 李诚生刚刚平息的怒气 这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你 你跟我逗着玩的你啊 那男人红着脸 赶紧解释说 是这样的 我都到小区门口了 就拐弯的时候 有一辆车打着远光灯 直接就开过来了 我这一着急 这摔了一根头 我倒是无所谓 我儿子这腿摔得不轻 我就带他到小诊所 把伤口处理了一下 车也说坏了 您的外卖 全都撒了 我心想 怎么着 我也得来跟您说一声啊 爸 我难受 我想吃饭 李诚身后边 小明可怜啪啪地 拽了拽他的衣角 看着儿子那小脸 李诚是心疼不已啊 罚了风似的吼叫起来 我要投诉你 他气急败坏地 把门给拴上了 蹦荡地一声 这手机铃声又响了 这次呢 是司机打来的电话 他通知李诚啊 出发的时间到了 李诚深吸了口气 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 看了看手表 离保姆刘大姐来的时间呢 还有十多分钟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这次这个合同要是谈成了 利润是非常可观的 绝对不能措施 他俯下身来安慰着儿子 可是小明呢 就紧紧地攥着他的手 不发开 一直在说 爸爸不难受 要爸爸赔 李诚把儿子抱到沙发上说 小明乖啊 爸爸很快就回来 回来啊 爸爸给你带好吃的 好玩的 可是这儿子 还是不愿意松开他的手 哭个不停 这时候那司机又打来电话了 催促起来 李诚想着 这刘大姐也快要到了 咬着牙就松开了小儿子的手 飞奔下了楼 听着楼上儿子 撕心裂肺的哭声 这李诚那心呢 那也别说了 好不容易 到了这个飞机落地 李诚赶紧地打开手机 一连串的提示音 是此起彼伏啊 有好几个刘大姐的 飞机电话 李诚这心一紧 赶紧地回拨回去吧 就说 刘大姐 怎么了 电话那头传来了 刘大姐惊慌失措的声音 李先生啊 小明丢了 我进门的时候 看着家里边没有人呢 李诚这心 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了 他努力地克制着自己 有伦次地说 监控 对对对 去查监控 物业有监控的 对着家门的都去查 刘大姐说 已经查完了 是不是一个小孩 敲开了门给带走的 那小孩跟小明差不多的 穿着绿色的上衣 黑色的裤子 绿色的上衣 黑色的裤子 李诚的脑子里边一闪 这 这 这不是那送外卖的 那小孩吗 李诚又印象 孩子当时身上穿的 是宽大的 绿色的男士外套 一直脱到脚踝上 他爸爸只穿了一件 沾满了泥土的薄衬衫 一定是那个送外卖的 来报复他了 他要干嘛呀 啊 要绑架 拐卖 李诚是越想越害怕 浑身直颤抖啊 忽然他想起来了 对了 外卖订单里边都留有 那个派送员的电话 还有名字的 赶紧的照着拨过去 可是这电话 一直是没人接 这回这李诚是懊恼坏了 当初就是因为 一心想着 赚钱不顾家 这前妻才心灰意冷的 跟自己提出了离婚 现在又因为这个 再把年幼的儿子再给弄丢了 回过室来 李诚立马联系秘书 去买最近一般回程的机票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 又是刘大姐 李先生 小明被人送回来了 我让他跟你说话 电话那头传来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 没错 就是那送外卖的 李先生您好 我是刚才给您送外卖的那个人 在您家门口的时候 我看着您那儿子 满脸通红 精神不太好 后来我们准备走的时候 听了他一直在哭 就想去敲门看看 别是有什么事了 他果然是发烧了 我怕孩子有什么闪失 就擅自先把他带到医院去了 这会儿他已经退烧了 你放心 孩子已经到家了 我儿子跟他一块玩呢 没事 一时之间 李诚是愧疚不已啊 就问道 那 那我刚才打经单上的手机号 怎么一直没人接啊 电话那头那中间男人乐了 嗨 我这一脚帅的 把手机也摔坏了 这不 我怕呀 您找不着孩子着急 就赶紧送回来了 李诚的眼眶就红了 那 那 那 你儿子的伤没什么事吧 又紧不 没事 我儿子那磕磕碰碰的都习惯了 我没钱 他妈也因为这个跟我离了婚 可是 我 我只要能陪着我儿子平平安安的 就行了 李诚默默的听着 他电话这头 他这不知不觉的 已经是落满了眼泪了 好了 这就是故事的真相的故事